吴根生注定会为黑白两道所不容 最后的结局可想而至 一人之下 漫画第662话已经更新 首先 大家得明白一点 吴根生确实是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 已承待人 且有自己的底线 不会主动伤人性命 在国难之际也会出力 很受读者喜欢 绝不能说他是大奸大恶之人 但说他是好人也不太行 因为他做了全性掌门 就注定在很多方面 他与全性妖人是同一立场的 他会维护全性人的利益 当门内弟子犯下罪孽 那些所谓名门正派的掌门 会批评教育 引导指正 甚至惩处 而他只会无动于衷 不会对门人有所举动 偏激一点可以说 这在世人看来是一种默许 这也是名门正派 与全性掌门最大的不同 全性掌门只会在门人 自发产生前进动力时 推他一把 至于接下来 门人走的路是死路还是活路 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他是不干涉的 这又产生不同的情况 他虽然不干涉门人后面的路 但终究推了一把 产生了因果 若是门人后面的路 对自身 对世间 对外界产生的是积极的影响 那就是他的功德 例如无慢良体 这些前面已经刻画的形象 但还有一种可能 门人以后的路对他人 对外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甚至是极恶劣的影响 这种情况 全性掌门也绝对脱不了干系 是要被一份责的 比如这次的三一门 而现在的全性 魂人肯定是比正常人多的 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也不会少 就注定全性掌门 是成不了人们通常意义的那种好人的 所以不能以单纯的好坏 来评判无根生 他是游走在正邪之间的灰色地带 若是太平盛世还好 但要是正逢乱世 这种人就像是一颗地雷 一个不小心就会引爆 产生动乱 危害 哪怕他不主动惹别人 也注定为黑白两道所不容 就像有颗地雷埋在地下 不会就这样认他存在 肯定会被人想方设法挖掉 不可能说他还没爆炸 那就在那听之认知了 谁会等地雷爆炸了 再把地雷挖掉 那样也晚了 对吧 无根生往后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人难得善重的